在某四百支和歐斯科基督的前面的臉 我今天要講述了十萬以秦始皇的事跡 和歐斯科基督長 秦始皇的身於公元前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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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所謂皇帝 結出的政治要 軍事不算 他是所謂完成統一中國的秦始 前朝開國皇帝 秦始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的異位 其他使用皇帝曾奧的軍統 對中國和歷史和世界的歷史 產生了深遠和重大影響 在他三十五年的統治之間 他完成一創造出 輝煌和巨暗的建設項目 他還造成了中國兩人難以置信的 內部文道和知識的增長 儘管警察當時的軍事實力強大 但還經常面臨來自北方修儀的危險 為了體育修儀 其所要下令修建一個巨大的 巨大的防禦性的隔離獎 從公元前二二年年 至公元前二零六年的十四年以 這項工程動用了成千上萬的人力和罪犯 其中數頂萬計的無力和罪犯 在長城的腳下 但這也形成了北部射防禦的一條中國長城 陳水王為了統復 他對全國各地的強權統治和統一文權 他下令燒毀所有在他統治之前的書籍 難敢於反對之項命令的人 都必須被處置 結果有上千上萬的學者 不是被國賣 並是被斬首中大時期 學校只能按照王帝的思想和法律來授課 當其主王進入中年時 他越來越怕死 又永遠活著 結果變得 變得沉溺於虛擾長生不老大 可是他卻不知道那些長生不老大 是含有許多水雲的成分 實際上是一個人的死亡 而不是嚴嚴益壽 為了在陰間的陳水王也能夠往遠征服天馬 陳水王夫妻在他的亡靈 亡靈放置了至少八千多件 與真人一樣大型的士兵 戰馬和戰爭的模具製作 這就是曲術文明的冰麻油 陳水王也在自己龐大的亡靈裡 建造了宮殿和河流 希望自己在陰間的時候 也能享有榮華富貴和權威 陳水王是否應該被棄的是一個暴君 或是一個被張國文化有共性的君主 始終充滿著爭議性 他如何否認呢 陳水王始終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同事者 謝謝